好 這次來介紹新手露營必備的十項商品 先介紹我自己覺得必備的十項商品 第一個是動力線 第二個是燈串 那也有人會用燈條 所以就是看個人喜好 還有就是照明用的燈 你要上廁所走去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有些營區它就是路燈不是那麼多 第三個是卡式的瓦斯爐 第四個是擋風板 那我覺得有時候在外面風很大的時候 你煮東西真的非常需要擋風板 第五個冰桶 有些人會用保冷袋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冰桶的話 它效果是真的蠻好的 就是你把食材啊放進去 然後冷凍的那種冰塊啊冰磚啊 放在最上面 它的保冰效果很好 來到營區的話 其實那些冰塊都沒有什麼容 裡面食材就是都可以保鮮 然後到營區之後 有一些你可能比較常用的東西 你就可以放在自己這邊 不用一直跑去冰箱那邊拿 所以就會比較方便 第六個是電動給水器 這個的話就是有些營區它不會提供飲水機 那你自己帶水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這個 你要裝水的時候會非常的方便 只要壓一下開 它水就會出來 然後再壓一下它就會灌 第七個鳥籠 涅水網 因為我們第一次錄的時候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洗完的鍋碗瓢盆 全部都放在桌上 要等很久才會乾 那我覺得新手的話可以買這個是蠻實用的 那之後如果你要美觀的話 你就可以買其他的 像那種涅水藍啊 木頭的都會比較漂亮 比較好看 如果想要美觀的話 你就可以買像這種涅水藍 就看個人的喜好 第八個我覺得可以買的是桌子 就是你租的話 大概租個幾次就等於一個桌子 所以桌子的話可以投資 甚至有時候你在家裡用也是可以的 那椅子的話也是便宜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買 就是不用用那種就租的大家都用過 所以第八個我覺得 可以買的就是桌子跟椅子 第九個是自動通氣床墊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屬於比較個人衛生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就是自己買 然後第十個的話就是睡袋 建議是買羽絨的 因為冬天如果你露營的話 羽絨會比較保暖 不要買那個人造纖維啊 聚脂纖維那種 那種的話就比較適合夏天 以上呢是我自己覺得新手露營可以買的十項 那因為我們之前的話 剛開始也是都是用租的 桌子椅子帳篷其實都可以租到 那有些營區它有租床墊 棉被的話那些或是睡袋就要自備 所以的話我覺得看你如果說桌子椅子不想買的話 你就是可以租 看營區有租的話就看你個人 鍋碗瓢瓢盆的部分我覺得剛開始 因為你不知道後面還會不會再露營 所以呢就是可以先帶自己家裡 剛剛下大雨我們收一些東西 他覺得新手幣買的十項 看一下喔跟我差不多 充氣床睡袋椅子桌子動力線 卡士爐餐具曬衣繩 S勾 露營燈跟冰桶 喔說到S勾的話我就想到 如果說你要買燈串的話 就要那個吸鐵跟 強力吸鐵跟低字環對不對 可以掛這個 這個就一定要買 因為它是配合在一起的 你才有辦法掛 S勾的話是可以勾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S勾還好耶 新手 S勾就是勾 除非你買的一些餐具那些 都是比較需要 像露營的那種有洞 像煎鍋啊 喔對對對 對啦 煎鍋可以勾 好 應該大致上這樣 曬衣繩的話其實 不是很適合的 對啊曬衣繩我覺得還好耶 可以買那個 吊掛架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蠻重要 就是 就是 我剛剛忘記說 垃圾架 或者是 有些人是用置物箱 是那種 塑膠箱那種打開的 就是 垃圾架滿需要的 差不多新手 應該就是 這些是必備吧 對 因為帳篷啊 那些就是看個人 你如果一開始還不確定 以後會不會常常錄 就可以先用租帳的方式 那就介紹到這囉 拜拜